我想問一下這波 就是首波的副市長名單 是有檢調人員出任 然後大外界認為 這個是不是跟您這個官司產生有關 人家說這個最好的防守就是攻擊 那是不是之後也可能會在這上 針對前朝來做查幣的動作 謝謝提問 我想確實這幾天 我自己有看到一些 不管是新聞或者是社群的討論 大家對於說新竹市副市長人選 在我還沒有公佈之前 其實有相當多的建議的人選 包含像是黃國昌前委員 那我當時在看到這些新聞討論的時候 老實說我已經跟蔡麗清檢察官 其實已經有談到一定的默契了 所以我當時在看到這些新聞討論的時候 我就心裡想說 這樣公佈之後 可能大家會覺得 可能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在這裡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當時我確實在副市長的人選 偵詢上面 我偵詢的相當多 有包含學者的部分 也有包含像是前任市府的 一些公務人員體系的 那也包含了 像各位有提到過的一些 可能在檯面上 大家有討論過的一些潛在人選 其實我都思考過 但是在談完之後我發現 其實回歸到 為什麼高鴻安今天可以在新竹市 有這麼樣的一個高票的一個狀況 來當選新竹市長 我想有許多的新竹市民 對於新竹市的公共工程 確實是有相當多的疑慮 我想這個疑慮 當然有些人會以這個 閉案的角度去出發 去看待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強調 我並不是說我要去做這個 所謂的把它全部以 閉案的方式去看待 因為我相信 其實在這公共工程的過程裡面 既然民眾會有疑慮 對於不管是他的品質 或者是他當時的預算的規模 或者是他執行上的效率 多次的流標 這些問題我想 不見得說一定是B案 但是我相信 所以在這裡面 我在選舉 把我的這個副市長人選的時候 我確實看到了 蔡檢這樣子的一個經歷 我確實會希望說 用debug的心情 來讓新竹市政 未來的 不管是市政的施作上 或者是公共建設的這些 我們講說不管是SOP也好 整個廠商的一個選擇 的標準也好 怎麼樣讓他可以建立好 更好的制度 來讓新竹市民的預算 可以用在刀口上 能夠讓新竹市民 所花的這些錢 他的公共建設 出來的品質跟務實性 是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 所以我想 我是用這樣子的心情 在征詢副市長 以及最後做下這樣的決定 那我也很高興 可以聽到就是蔡檢 他真的非常毅然決然的 願意辭職 來跟我一起打拼新竹市政 那我當然也是希望 在他是擔任我的副手的 這個期間 我們不管是在新竹市政的這些 我們在法治上面的這些 奠定這樣的基礎也好 我相信他在這樣的一個 專才上 絕對可以幫助新竹市政 未來可以發揮的更好 所以這是我在 征詢他以及最後決定的 一個心路歷程 謝謝 市長好 這邊民視提問 想要問一下 就是這次這個選用蔡檢察官 來當副市長 那會大家會剛好提到說 是不是有新竹棒球場的爭議 還是說有您自己的官司的考量呢 那因為接下來要開始就任了嘛 那因為現在這官司的關係 會不會擔心無法順利的就任 那如果您之後 遭到起訴積壓的話 那現在的這些議席首長的人選 大家有點關心說還算不算數 市長時事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後面還有一個 時事回應的階段 會在一起回覆 那對於這個蔡檢的部分的任用 是否跟自己的官司有關 當然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其實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其實心路歷程如何選用 這個過程其實 剛剛跟大家的報告就是 我們希望說用這樣子的一個 不管是說有檢察官 這樣的一個體系 那其實他本身 我也再補充一下 他其實本身也參與了 包含像是T1直籃 在法治教育上面 他是所謂T1的顧問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有一個法治的人才 在新竹市政府 我相信未來可以對於我們的 不管是依法行政或公共工程上 絕對是可以起到一個很棒的作用 所以我是用這樣的一個心情來做這件事情 我想私人跟這個公務的部分 我想在新竹市政府的部分 我們是以新竹市政的施政為主 那個人的這些司法的問題 我相信就是我們就尊重檢調跟司法 我們就是努力來去做 那對於說最後 就是說其實有些人可能會講說 這個檢察官來擔任副市長 確實是我看網路上寫 是蠻有創意的一個做法 其實我也跟他講 其實像侯友宜先生 也是從警戒來去做這個市長 那先前我們也看到有彭檢 其實他也是擔任這個立法委員 所以我相信呢 其實能夠在這個高等檢察署 看到檢察官的這個位置 然後同時又有這麼豐富的公務人員的經驗 我相信在地方行政上的歷練 絕對也可以發揮他的一個才能 所以我相信是這個過程 來選用我們的副市長人選 謝謝 好 那還有沒有要針對我們 就是市府團隊的部分 市長 不好意思 你還在意見是這邊再提問 因為包括你的人選很多都是從像是 陽文科縣長那邊借獎 或盧秀苑市長這批借 或者像之前許銘才前市長來借獎 是不是有點象徵這個藍白河的意味 尤其這個貴黨的主席之後 要從這個新竹座起家的話 那2024是不是也有可能有藍白河的跡象呢 好 首先我先講一下 其實我們的祕書長 基本上藍白綠都擔任過 好像綠也蠻久的 有4年的3年 3到4年 4年時間 對 所以包含像是我們台中市的部分 或者是台北市的部分 或者是像新竹市的部分 那當然同處長本身是新竹的在地人 我相信這些我們怎麼樣去做選材 其實我並沒有 我一開始都開中民意獎 我並沒有說一定是什麼樣的黨派 或者是說他是過去有什麼樣的一個 我講說就是不同的首長的任用 我相信這一些 這台灣就這幾個黨 你怎麼選來選去 大概如果是在公務經驗 公務人員上面 大概他可能很多任都服務過 好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並不是說所謂的 故意要去做什麼藍白河 或什麼都沒有 其實說真的就是 每一個位置應該放什麼樣的局處首長 我們是以他的專業 和他的經驗來做考量 那我也確實講說 其實在這樣子一個人事任用上面 那我覺得其實重點在於 他們的能力 到底能不能升任這個位置 而不是說我今天去考量 未來說什麼2024要選舉 或做什麼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所擺出來的這些人事人選 如果今天是為了選舉做考量 我相信大家會看到的是 他們是在選舉上面的經驗 或者是他們在未來 可能自己投入選舉的 這個機會會比較大 但我相信我身邊所看到的這些人 他們現在目前 其實都是以公務 或者是他們的專業來出發 並不是說去考量這個2024選舉 所以希望外界不要用這種錯誤的判斷 來考量 因為畢竟高鴻安並不是一個 真的是說好像在這個政治的領域上面 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 或者是說我們有這個政黨的這個 考量才去做這個新竹市長的位置 我們現在目前以高鴻安的身份來說 我們就是要把市政做好 我的每一個決定就是為了新竹市民來考慮 而不是為了選舉為了政黨利益來考慮 以上 好 那還有其他媒體朋友想要提問嗎 市長你好 我三立新聞長浩義 我看到我們的這個團隊人選 像我們秘書長跟我們地震處長 都具有優秀的這個地震背景 是不是對於未來要介紹新竹 就是擺在比較首要的一個目標跟方向 謝謝浩義 就是我想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地震這個部分 我會特別選用地震專業這個 這一個考量 其實我也不瞞大家說 其實新竹市在我來到新竹之後 確實有許多地方上都會告訴我說 比如說這個重劃區 可能有某些後面也許有某一些 大家的不同的 比如說利益團體啦 或者是有一些人情的考量啦 那每一個重劃區 我都會聽到一些故事 民間故事 民間傳說 當時我就在想說 我要怎麼來判斷 我接下來在新竹市政 我要開發哪一個重劃區 或者是我在都市發展上面 要進行哪一個 下一個重點的階段 其實這裡面如果說未來 我們就是以專業來做考量 我們就不要去考量說 背後好像說 誰已經投資了這一塊地 或者是誰有這樣子的利益 我覺得今天高宏安來到新竹市 我相信很多新竹市民 選擇我的原因 可能也是因為 我並沒有過去在新竹市 有這麼多參與到 不管是說這些大家所謂背後的 可能有的一些不同的投資關係 或者是在地的這樣子 一個盤根錯節的關係 所以我這一次在選擇 這個不管是秘書長 或者是我的地震處長的時候 我特別重視的就是地震的專業很重要 而這兩位大家看到 雖然說他們不是新竹在地人 雖然你家都是新竹人 但你不是嘛 對 但是呢 大家可以知道是說 地震這件事情就是 專業是專業解決 所以當今天他們用他們 幾十年來的地震專業 處理過 不管是從台北到台中的 這一些地震上面 我們在做市地重劃的 這一些過程 我相信就是 借重他們的專業 同時也借重他們 並不是在新竹這樣子一個 盤根錯節的關係當中 我覺得未來在新竹市民 需要的就是 對的事情做 專業的事情 專業解決 我覺得是這兩件事情 讓我決定要選用 這麼優秀的地震專業人才 並且延攬到新竹市 來為我們服務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謝謝你的提問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 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喔